他竟然能连续两次使者神通 怎么可能 慌 慌周老 那小子王坚血伸出去了 靖公子 别忘了你和莫大人的约点 还好在神库砍锁链时 不断使用神通 才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 否则刚才 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剑王朝 雪岩姐 我看见古籍中记载 禁忌之地的剑须 就是传说中出过数尊古地的剑王朝 真的假的 传说如何证明虚实呢 但那个时代堪称奇迹 最后却莫名湮灭在历史中 这才是最令人费解的 是啊 如果真有这样的存在 现在 现在怎么会连一个圣人都难出呢 你这次去剑须 倒是有机会能验证一下 天骄无数 能者辈出的时代 最后 也只能留下这点东西 还是看你比较顺眼 就你了 怎么会 还就不信了 打死的 再上来呀 董长虹 今天就是你们长虹剑宗的末日 这十大剑宗的名号 就由我天照剑宗接手了 宗主 长老 快走 公孙培 我原以为你与我宗交好多年 却是被了自保 没想到 你竟如此狠毒 趁宗主境界突破是加害他 公孙培 是不是只要我和长虹剑宗消失 你就能放过他们 父亲 宗主 当然 不过 你儿子必须自觉见到 老夫才能给他活路 毕竟 斩草要除根 你 丧尽天良 作恶多端 你不怕遭天谦吗 天谦 因为自己无能 所以祈求上仓吗 老夫现在就站在这里 你看 这天谦敢降下来吗 宗主 宗主 不好意思啊 这 这是哪儿啊 砸死人了 完蛋 我从古怪的漩涡里出来 怎么掉到这里来了 而且好像还压死了人 奇怪 这是哪儿啊 恩人 你醒了 请问这是哪儿啊 还在东圣神州吗 东圣 这 建王朝十三州 没听说过这个州啊 这里是 建王朝 这里的人 似乎是建王朝时代的后人 而且他们的境界 最高也只有神通极境 与世隔绝 我该怎么离开这里 恩人一定是觉得 这剑机秘籍不合心意 那天降一剑的威力 如此高深 他看不上这黄品秘籍 也是正常的 恩人 如果你加入我们长红剑宗 我可以跟父亲说一声 让玄品和地品的秘籍 也对你开放 那你们的天品秘籍呢 都是剑机吗 除了剑机还有什么吗 恩人放心 我们的剑机秘籍 是十大剑宗里 最全面的 但 天品秘籍 只有长老级别 才能翻阅 是因为这里 有什么禁止吗 好像除了无双指 和十万八千剑 其他战绩秘术 都无法使用 少宗主 宗主刚才醒了 太好了 恩人 你和我 一起去见我父亲吧 他一定会同意你 加入长红剑宗的 我可没答应加入你们 宗主希望见见叶公子 他有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什么 让我当宗主 宗主 您真的考虑好了吗 宗主 历来宗主位 都是由董事寄认 怎么也不敢给一个外人啊 正常 在了公孙培案算后 我已经极尽无望 只有找新更强的外人 才能保全剑宗未来 你可愿 加入长红剑宗 接任我这宗主之位